在我们的印象中 16岁应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年纪 今天走进我们都市新雨的静欢 却有着一个挺悲伤的网名 叫做悲伤的叶子 你可能就觉得人从你生下来 就被命运安排着 今年全国残疾人文艺会演 华北赛区的比赛 在咱们省会举行 今天是8月13号 是静欢离开家的第42天 这应该是小静欢离开家时间最长的一次 没有丝毫舞蹈功底的小静欢 在这40多天的大强度密集的训练当中 吃苦是在所难免的 更何况小静欢是一个作腿之残的孩子 现在你在甩拐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 你就好像感觉在摇什么东西吃 知道吗静欢 你想一想当初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那个医生耽误你的耽误你的时间的话 你马上送到石家庄医院 可能你就此就是一个健康的人 你不会走到这个队伍道 我妈也就是有预感式的往家里打电话 谁知道没人接 后来我妈就给邻居打电话 打完电话之后 邻居赶过来一看中煤气了 就跟我妈打电话 我妈说要不先送医院再说吧 谁知道邻居送到了我们那儿现医院 就是醒来之后就腿特疼 就跟那个医生汇报 没说别的 找了好多次 最后一次找的时候 我妈亲自去的 我妈说孩子腿疼得受不了了 你再过去看看 好像那个医生有觉悟似的 就过来 他说赶紧转院吧 然后到那儿之后就开始打通血管 打了八个小时没有打开 所以没办法 只好结束了 苦难使人成熟 可是小静欢成熟的代价有些大 今后的人生都将重新改写 训练的日子 既是枯燥的也是痛苦的 可能是从来没有离开家这么长的时间 小静欢时常会因为想家而失眠 在离开家的第十四天的时候 在给家人的信中他写道 我就做梦 我就梦到我回家了 觉得那个家已经不属于我了 只剩下我爸我妈和我哥了 觉得没有我的地位 觉得从那个家不属于我 没有我的一份子 觉得我醒来之后 就是体伤心了 自己就哭了 即使是到了现在 看着要陪伴他终生的双拐和甲肢 说起那个医生 善良的静欢说 他心中没有恨 包括那个医生 我经常交朋友的时候 我就爱说一句话 就是说 如果我说了什么让你伤心的话 做了什么让你不高兴的事 我会跟你说对不起 但是如果就是说 他让我伤心 让我难过之后 他不给我陪你道歉 我应该事实上来说 我应该可以恨他 但是我心里就是说做不到 为什么 我就是说 你一定要恨他 对 没有恨 我不爱恨人 我也从没能够恨过人 你想什么就是 小的时候吧 你想着 让他当个演员 对 当个演员 可是自从出事以后 这个理想就慢慢地 随着时间消失 我又喜欢上的音乐 有个网友叫 叫《非川夜》 对 为什么起这个 因为我这个人 爱香港怎么着 我又特喜欢那个树叶 我又特喜欢 秋天 落叶的时候 那种感觉 看着静欢投入的神情 我觉得他不只是单纯地 投入在了舞蹈当中 这里面更多的是 他个人不向命运屈服的顽强抗争 在明天的都市新雨当中 我们将继续关注静欢 在这次比赛当中的情况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都市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